新北市政府制播的新著名节目 幸福新民报第五季将从7月1号晚间 在TVBS56台播出 新一季的节目不但延续了 制播中文、泰文、印尼语、越南语和英语语别 这次透过了全国性有线电视频道 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新著名的故事 海湾这座宝岛吸引了来自各国的朋友 其中新北市更是国际化的友善城市 新北市政府还制播了幸福新民报第五季 即将在7月1号播出 台湾这个社会是清乱温暖的社会 台湾这个社会是欢迎所有新住民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可是台湾这个法律是全世界最排斥新住民的 为什么 我严格的问大家一件事情 新住民进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请问要取得我们的身份证 困不困难 困难 超级超级困难 yes 是不是最落后的法律 是最不欢迎新住民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透过这个媒体 我们要幸福的新民 台湾要有竞争力 真的要敞开大门 法律要彻底的修改 让我们这些好多的新住民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大家说对不对 对 第五季节目的主角困阔了来自东北亚东南亚美洲和欧洲的新朋友 主持人安妮也是从俄罗斯来到台湾 她在节目中和主角们的互动让她感触很深 我可以说一下吗 我觉得我住在幸福新门包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在台湾住的外国人 然后我好感动 因为大家都好幸福 他们都是住在新北市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 然后他们这边真的 一直我访问的时候 我们两边都会挑人类 因为我觉得真的 台湾是多厉害的地方 谢谢你们欢迎我们住在台湾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 有点想哭的感觉 谢谢我感动 真的谢谢你们 全新节目从7月1号开始 在第三公用频道联播 重播的时间是每周日晚上8点到10点半 以五种语言配音字幕连续播出 新不新闻包这个节目 在我们的系统已经今年过去到第五季了 那新北市的确是个幸福的城市 那我们也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幸福的新闻 那因为今年我们也增加了一个在TVBS播出的机会 那也希望各位能够持续关注这个节目 在我们第三频道播出 第五季的幸福新闻报 特别以真实纪录式的拍摄手法 除了可以看到每一集主角本身的故事之外 也能一窥他们在台湾内心最深处的人下 记者陈明辉 林景云 新北市采访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